第一步的通關安排 將會在1月8日 即是這個星期日 開始實施 單向的人數 約是6萬人 即是每日 最多可以有 6萬個 港人從 海、陸、空 不同的口岸 是過關北上進入內地 這個是包括 有5萬人 可以經陸路口岸 以及 有大約1萬人 可以經 海、空和大橋 去進入內地 口岸方面 是共有7個 出入境口岸會開放的 這是包括3個 現在正在 運作 以及另外4個 重新去恢復開放的口岸 其中 海、空和大橋的 4個口岸是全開放 不設人數限制 即是 港澳碼頭 中港碼頭 機場 以及港珠澳大橋 按照它的運力來計算 我們預計 每日單向的運力 可以約有一萬人 可以北上 換言之 只要有機票 船票或者車票 都可以直接去的了 是沒有其他限制的 至於 三個陸路口岸 即是深圳灣 民感度 和洛馬洲支線 它的運作 我們是為了確保安全 有序 和順暢地進行 我們會設人數的安排 北上和南下 每日 總人數安排 各是五萬人 而兩地人士 需要各自 是經兩地的網上去預約的 另外 為了方便和保障 內地港人 回來香港 和在香港的內地人士 回去內地 兩地的政府 政府同意 他們是不計算入去 這五萬人的人數裏面的 香港人最想知道的 就是從不同的口岸 每日 能夠有幾多個港人 可以北上進入內地呢 這個數字 是最多有六萬人 他們入境內地之後 是全部無需去檢疫 我們會密切留意通關的情況 和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 以及口岸辦 去共同檢視實際的運作 確保安全 有序 和暢信 去決定 進一步增加人數和相應安排的時間 在人數安排上面 我們會就上述三個六路的口岸 每日單向我們共設五萬人 即是深圳灣口岸最多是一萬人 民感度口岸最多是五千人 以及洛馬洲支線最多是三萬五千人 至於利用小客車 經過港珠澳大橋過關方面 我們就司機和所有乘客 每日單向是設了一千人的 防疫要求方面 為了減低我們疫情交叉感染的風險 無論是從香港入境內地 或者是從內地入境香港 都必須在出行之前的48小時 進行核酸檢測 結果是陰性才可以入境